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在火星上有一个探测的仪器 叫竹庸 是 说它不移动了 有没有伤害 我们叫它跪下了 应该以后也不移动了 现在传说是这样 说被沙吞住了 是 很可惜 但不怕的 它马上给大家看 我拍了火星的照片 是 刚才第一节也有提到 火星上拍了有万多张照片 哇 现在有名字 是的 这些是中国地方 西柏坡这些很有革命色彩 即是说西柏坡当时我们要说的是地球还是 地球西柏坡正如中国香港 这是火星西柏坡 是的 中国火星西柏坡 是 说不出了 哇 真糟糕 是 要这样的 是的 又这么说 你不要管最后介绍是否移动 它上面可以拍到东西 再给到地球 而那些照片 之前没有人拍过 这就是它的成就 就是这么多 它是否代表之后没有能力再上去 不是的 它也会再上去 但是我们刚才提及了 如果你说类积数据来说 中国有类积的数据 如果美国来说 基本上那11万多张的火星照片 就足够去 cover 99.5%的火星表面 所以它可以做一个 叫做Google Earth 一个火星版本 所以就叫做Google Mars 这样的东西 就已经可以在网上 给别人去看 我刚才说的是加州理工的网站 这是此其一 但我们对火星的内部结构 也有多了新的形式 这个我要阻止你 因为西伯波有些听众对这件事不太敏感 不知有什么事 因为国共大战内战时 西伯波是指挥部 它就是当离开延安基地之后 即是被国民党军攻陷了延安之后 这些事情我自己都可以开节目 他从最初退去延安外围 但到后来反攻比较顺利 即是国军直接败退后 其实那个阵地就搬到西伯波 所以他指挥三大战役的位置 基本上是在西伯波 因为当时看了什么 辽审大战役 辽审战役 平均战役 卫海战役 全部是90%的时间 就在西伯波海汇 打着那些就会输少影 所以这个明明 是很有革命色彩的 不是 他可能在这里跟美国佬打铺了 在火星那里 即是会用这些 其他我们不说了 其他为何有这些名字 我们说回火星 火星会地震的吗? 是的 火星地震是我们几个月前说过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火星地震带来的知识 在这个星期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公布 如果大家想想地球的结构 我们在小学书中也有学习的 地壳里面有个叫地曼 地曼里面有地核 地核有分外核和内核 地曼和内核的最大分别是哪? 就是那些核心是固体结构的 以及应该是有个机制 帮我们产生地球磁场 地曼有很强烈的对流活动 令到上面的地壳有板块活动 这就是我们的地球的认识 我们怎样知道这些认识呢? 就是凭着我们观测地球地震 地震反射出来穿过地心 再在地球另一边度到的地震波 或者是我们自己制造一个震荡 能够落地心再反射回来 或者在另一个方位接收的反射震荡 那个物理学那里就告诉我们 里面的物质结构大约是怎样 而且随着做很多实验 你们越来越清楚 就是不同的元素不同的材料 给到你那个折射 散射的情况会是怎样的 所以由这些 不同物质对于那种震荡 或者对于声音 对于机械震荡的反射 我们就知道里面的结构大约是有 液体、固体 大约是哪几种元素 我们大约会知道 好了 同一个故事可否在火星循庭演 终于我们等到今时今日有消息 究竟火星里面有甚麽 在今次的观测研究上 又是与NASA有关 我觉得NASA这期是威励的 每星期迫到我搞到科学生肢 怎样都至少一折一折 今天还折到第三折 它有做了两个事 第一 它是能量到火星有个地壳的震动 火星地震 火星震 它的震波就会穿透了火星 然后它的仪器能够接收量 这个其实很有赖 就是有些彩数 可能地震在一边发生 然后在另一边就是我们的接收器 又或者我们有几个不同的接收器 可以同时捕捉到它 其实我们派上去的这些探测器 其实是有这种用 能量到震波 我们就可以分析里面究竟有甚麽 与地球不同的就是火星有外壳 但里面也有液体的外壳 那它有没有溶岩? 有 应该有 但是火星没有火山? 是 没有活跃的火山 它外面已经营结得比较多 但是我们竟然能够认识到它里面是有液态的核心 即是它里面是热的 是的 有助理解到它其实为何会有磁场 应该长远来说 但是很有趣 它会不会像地球那样有外壳内壳的东西 似乎是没有的 它似乎里面全部是软心 外面是硬壳 里面是流心的 然后流心的心 就会相对比较多是氧和流的成分 就在里面 在这里来说 以前没有人去找过这个资料 它是尝试找到两方面 不是由单一个火星的地震 来找到这个数据 它还找到一些很独有在火星里找到的震荡 地球上基本上就是你自己的地震 才可以量到这些东西 一不就是你工程做了一个爆破 就其实提供人工地震 甚至乎你爆个核弹给出来的地震 波那么量度 其实也有助这些地球内部结构的分析 火星我们没有人带个核弹上去爆 但是很有趣 火星和地球不同 火星是没有一个很浓厚的大气层保护 所以它一被一些稍为大粒一点的隕石一撞 就撞了地震出来 所以在火星里面 那些由外来物件的隕石撞击给出来的震荡 就成为了火星的地震的一部分 又成为了今次NASA观察的数据 它就由这个隕石撞击给出来的地震 以及火星自己本身的板块变动的火星震 就分析到它的内部结构 我们应该这么说 暂时未有另外一个实验去交叉形成它 但我觉得 也算是第一次有结果去了解火星的内部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火星的内部 是否会知道它产生的原因 又不是那么直接 其实我们不是不清楚它产生的原因 它与地球产生的原因大致差不多 但是我想对于它整个地学运动的演变 我想有一个第一批数据可以参考 OK 但是它会不会像地球那样 那个核心是很大很高压力的 又没有地球那么高就多数没有 其实因为它的地心核心里面有多大压力 就很视乎你本身有多大的物质 那你本身的东西越大 那里面自不言的压力就越大 火星比地球小 是的 火星比地球小 它的地心吸力比地球小 它的密度就不会差得太远 除了这个之外 刚才我们有提及 印度方面有很多搞作 它除了现在的四流重卫星 它亦是做基础的 台长你可能留意其他新闻也说 在世界新闻中 这个星期的主题是印度的人口超越中国 年中会出现 已经说了人口无形 就是这个星期出现很多新闻 但具体是什么时候 会交叉印度高的中国 它说不实 但基本上就是今年会出现 其实印度也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权 不要说它政治方面 它对于基础科学非常重视 而且它是有人才 有人才 素学家非常多 素学家是随手的 工程方法很厉害 天文学家非常之多 它在国家以前很窮 但现在不是 它出现的人很厉害 科网龙头企业有很多印度的东西 现在美国的大企业都是印度人 是的 很有趣 现在我们展示出来的就是 那个专业测地震波的探测器叫LIGO 接下来说印度会建立一个自己的版本 当然它建立不是自己霸数据 一定会变成全世界一起合作 量地震波的其中一个得力助手 印度会扮演这个角色 但这个很有趣 因为这是一个很基础的研究 如果你从中华人的角度来说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这些东西留给美国佬做 我们做一些实际的东西 印度怎会选择这些 刁专的东西 有这么说 你说这些测地震波的 LIGO这些仪器 它要求的精密度是高到你不相信 你说的是一个外星 一个不知多少十万光年以外 不要说几十万 几千光年以外爆发的东西 由你这里可以摘取到 它那种重力墙的讯号 不是纯粹一个地球震荡 我会说这些东西表面上 就是一件好似处好基础科学的东西 但它里面 对于整个团队的精准程度 你超越军事级别 我觉得连军事的人 也未必有这么精准的程度 所以我会说 搞这些东西 是一个很适合的题材 就是以科学之名 来增强自己的整体科研能力 那个肌肉的团队 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一个粉丝 而且现在你做的 不会是纯粹印度人做的 你一定是集合了很多专家 譬如我刚才看的 LIGO的团队是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 日本有其他人在 他不是日本科学家做的 现在其实很多时候 你需要人才是跨国家 中华裔的留学生不少 在LIGO的project上也不少 所以这个有他自己本身 但是你这里也要说一下 有了LIGO 它是量度到什么呢? 以及最基础的物理学 在哪方面是和这个有关的呢? 我这么说 它最主要是 如果学得重力波这些东西 都是与广义相对论 以及研究那些黑洞有关 我们就是说 我们当首次量度到的重力波讯号 除了印证到广义相对论之外 就是说开启了我们天文学的 一个新的感官 就是我们以往只是用电磁波 或者用中微子去量度这个讯号 现在我们多一种就是 由重力给出来的讯号来量度 研究一下这件天文事件 帮我们去了解这些天文物理 甚至乎是宇宙论的东西 我稍后还有一些关于暗密质的东西 不过先说 当你有一块这些探测重力波的东西 你会感受到有还是没有重力波讯号 但问题就是 重力波讯号具体性质 更加准确地在哪个方位来呢? 以及我怎样去量度得更加精准呢? 你就要多一块仪器 然后很有趣的 一个很简单的几何问题 如果你地球上 任意三点去放 就是在地球 随便找三点 最好不要走一块 最好是摆开一些 摆到一个好像三角形的状态 英文就叫做triangulation 是的 你便可以有能力更加精准地 量度到地震波的准确方位 对于未来 你准备做一个全天候的重力波来源的研究 你一定要有几块 这些这样的东西 才有基础 你只有一块 你很粗略大约知道哪个方向是来自哪个星来给你 但你具体上可不可以 去全天候把天空掃匀 测一下重力波讯号是怎样 然后就说到每一个方向每一个位置的强度是怎样 然后给一个全天候的研究 令到宇宙有一个新的数据 那我就会说 你一定要在地球上有超过三个地方 三个华尔上的地方 去做到这个重力波探测器 同时运作 所以 现在美国有 然后我不记得第二个在哪里 糟了 那时我放了太久不记得 因为那时有第二个 然后印度就绝对不是第二 总之就是 整个Ligrofotra已经有多过一块仪器来做这件事 那我们的比喻是否说 它就像一个湖 当一块石跌到一个湖 是 出来的涟漪 涟漪 可能我们放一枝竹在一块磨 它就会震 如果震 但问题是这个不仅是空间 这个震包括时间 时空 时空的荡漾 时空荡漾 如果是时空荡漾 在人的经验上怎样理解 其实很有趣 如果用空间来理解 等于躺在床褥上的床褥突然之间拉开了再缩起来 那就是空间上的震动 时间上的震动更有趣 在突然之间某一刻你会感觉到 时间突然流走得快了又流走得慢 然后变回正常 这件事究竟什么是时间流走得快了又慢了 然后变回正常呢 我已经尽了我力来解释了 但是它就会走 所谓时空的荡漾 就是这件事 嗯 好了 那我们都因为那个 暗篮网质那里花给一场时间去讲 我们留下第四节回来讲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 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 分享留言 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